大家好 歡迎收看《香港道路探索》 今天我們會帶大家去學咀道 我們現在這一段都是學咀道 但這段路其實大家 公眾人士都可以進去 不一定要許可證 或是不一定要在的士才可以進去 待會我們再進去的那段 就一定要有許可證 或是在的士才可以進去 順帶一提 其實我們現在走這段學咀道 以前都是石澳道的一部分 不過自從拉直走線之後 這段路就不是石澳道 變成學咀道 我們現在進去的這段路 必須要有許可證 或是在的士才可以進去 我們現在進去的這段路 這段路相對上有些位置都會比較窄 但其實有些大貨車都可以走到的 所以應該都OK的 以前我都試過來行山 由外面巴士站的位置 一直走到最入最入海灣的位置 有香港大學太古海洋生物研究中心的位置 都走很久 起碼一小時起跳 尤其是嚴嚴下日之下 更加要走得更久 今天進去的時候 不算太多人 其實我覺得 因為之前試過 遇到更多更多更多的人 今天我覺得 誒 遊人都不算太多 總是一個星期日來講 可能因為真的太熱 陽光也很猛 好了 我們沿著這條路進去 裡面有些什麼設施呢 沿路進去 中間有些村落 有些人居住 有些廢棄的學校 我們現在已經遇到對頭車了 有的士在這裏 接駛一些人士 因為這裏有的士 先進來 的士就是唯一的公共交通工具 對駕駛一帶來講 我們現在繼續進去 除了有這些 村落居住設施之外 裡面就是駕駛的燈塔 也是一個香港最古老的燈塔 由1875年起到現在 已經是一個古跡來的了 還有一些香港大學的生物研究學院 中心研究設施在這裡 但是呢 我們就不能夠這樣進去 我們去到某個位置 我們就掉頭了 那我們現在就繼續進去 前面你會看到 有一輛大泥頭車 我想說其實 不過他應該是有經驗的人 他有時候跟左邊的石頭 其實真的 真的差很少的位置 但也OK的 他也會遷就位 他駕駛這麼大的車進來 也很有信心 不過他沿途也會不斷推動人 因為他不跟我嘛 我的車小那麼多 我移位就方便很多 但如果他遇到對頭車 或者對頭車也是一輛大貨車 他要移位的相對上 一定是沒有我那麼容易的 你都比較容易會撞到東西 所以他沿途也會不斷推動 假設對面有駕駛者 就會提醒 反方的駕駛者 為了我正在來 但我卻沒有不斷推動的 其實推動也是好過不推動的 只不過是有點尷尬 好啦 那我跟著他一起進去 沿途也有少少的 行山的人士 但也不算太多的 好啦 小心翼翼地去 經過這條路啦 前面有一些對頭車 大家互相讓路啦 好啦 好 繼續跟著他進去啦 不過他再走一段路之後 他就會轉進去一個位置 前面的大貨車 應該是這裡左右 他就會轉進去的 之後我就自己一個走啦 好啦 沿途也是有 保持著有零星的行山人士 前面呢 依我印象也是的 拍了一些不少廢置的車輛 不過我想說呢 好像又會 比我上次來的時候 車輛又變了不同了 那麼就 對了 好 我們現在呢 再繼續沿途這條路 一直直進去啦 鶴咀 其實在它最入的位置 你看到一個很遼闊的海洋 在這裏 我也忍不住去看看這個景色 鶴咀呢 其實現在是一個海洋的保護區 是不能夠下水的 也都不能夠 即是在 標示了一個位置之下 是不能夠下水的 以及不能夠去拿走任何那裡的生物的 即是你不能在那裡釣魚還是怎樣的 對啦 也都是非常之受遊人歡迎啦 因為那裡的景色都挺漂亮的 挺心亢神疑的 不過遊人太多呢 就之前曾經造成一些問題 就是有些人衝進了香港大學的研究所裡面 然後又搞別人的東西 搞別人的生物 就造成一些困擾啦 不過現在他們完全是遺風了 又不會讓你去借廁所 亦都不會讓你進入他們的宿舍 或者進入他們的研究所 對啦 這個真的是遊人比較多的時候 會有些問題啦 其實我們是不能夠一路開車去到香港大學研究所的位置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 如果要去研究所 中間要穿過電訊營科學咀 高頻無線發射站的位置 但是那段路是施加路啦 所以不能夠直通過去的 所以我們是不能夠進入 我們只能夠去到那個 電訊營科學咀高頻無線電發射站的位置 才可以掉頭的位置 也就是前面的這個位置 如果說到這段施加路怎麼辦呢 那些人就會好像我們看到旁邊的人 經過旁邊的泥地過去 我以前也是這樣走過去的 然後再一路走到最入的那裏 但是我駕駛車就不能進入了 在這裏調頭 那這個就是我們 就是工作人士不行的 就是的士 就是駕駛車能夠進入到最入的位置 那就要調頭走 現在離開啦 那這段路 以前還有什麼人會用這段路呢 除了是村民研究人員 或者是電訊公司的職員 還有什麼人會用呢 就是可能是一些透渡者 因為以前呢 如果你看回一些維基百科 或者是相關的資訊 你會看到其實有很多人 都會在這裏偷渡燈岸 可能取其偏遠 這個位置 足夠偏遠 人煙稀小 在這裏上岸 好像就 又比較方便 即是它偏遠得來 又可以比較快 去到一些文明的地方 雖然也不是很快 不過也叫可能 偏遠得來比較快 權衡兩者之下 就比較多偷渡者 會在這裏登岸 好啦 沿途也看到一些零星的村落 有些屋子 其實這裏 絕大部份的屋 如果你看回網上的資訊 絕大部份的屋 是沒有地契的 但是它們就一直居住在這裏 政府都准許它們住在這裏 曾經置地 打算收到這裏 建一些很美麗的屋子 但最後那些村民 就不肯接受他們的賠償 因為他們要求他們 即是香港自地那裏 要建一些屋子 給他們才行 所以不肯賠錢 最後就 談不成 最後就沒有在這裏建一些美麗的屋 如果這裏建一些美麗的屋 再加上那裏這麼遼闊的海景 其實這裏的價值 真是不菲 但是可能村民都知道這裏的價值 而且他們如果住在其他地方 又看不到這裏這麼美麗的海 這裏其實是幾清幽的 以前來說 那時是80年代想收他們的地方 最後就收不醒 80年代的時候 我估計還沒有那麼多遊人 因為那個燈塔還未是古蹟 那麼 那時資訊又沒有那麼發達 我想那時就 相對上沒有現在那麼多遊人會來 不過現在就會比較多遊人會來 就算是這個 那麼熱的天氣 要在這裏乾蒸兩個小時 但是那些人都會照樣進來 我之前也是照樣進來 好了 那這裏又要養一下車吧 好了 那我們再繼續走 雖然這條路 看起來都比較清幽 但是其實有時候都有車出入 有些村民 有些大學工作人員 有些電訊公司的職員 所以都要小心的 對頭車 好了 我們現在就繼續 沿著這條路出去 其實我之前都有拍過這段路 不過當時就沒有這麼進去 因為那時是車客 所以那時的客人就是去到 那些村落附近的位置 就沒有進去後面無線店 花社站的位置 也都當時我是沒有在這裏配音的 只是在那裏放一條影片出來 這樣比較悶 這條影片我就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關於學取的一些 小小的歷史 或者小小的事情 不要說歷史 因為我怕 有些東西可能說得不太準 或者說得不太全面 好啦 那現在呢 繼續沿著這條 這樣的 清幽的小徑出去 那我們就 一路開出去 出面巴士站的位置 那我想說一會兒 有些奇怪 事情發生 就是 有人截車 就是這樣了 好 那就 原來我進來遊車河 但我想說 我也周不時試過 遊車河期間 有人截車 譬如之前 去了安達神島 在建的地盤 無緣無故有人截車 所以 對了 本身其實 如果在學取來說 都要空車離開 其實因為 在石澳來說 因為 中午時間來到石澳 都沒有那麼多人走 本身都要空車出去 可能 柴灣 附近找客 竟然有人截車走 那就 謝謝他 學取就是一個 令你 意想不到的地方 其實他們都走過很大段路 不過這段路 這麼熱之下 還要走很大段路 就非常之辛苦 來到這個 類似橋的位置 已經是代表 很快就會出到外面巴士站 再經過這段路 其實沿路有些石頭 其實也要小心一下 有些石頭是突出來的 這樣 就不要靠得太近 好了 我們再繼續 直去這段路 大家已經看到了 前面巴士 我們 就即將出回去 一段 公眾人士都可以駕駛的石澳道 呃 鶴咀道 就可以沿著這條路 出回去了 今集 就和大家探索了 這一段 鶴咀道 裏面有些很好的風景 亦有不同的自然景色 以及一些建築物 雖然我沒有去拍到 沒有去看 因為免得啦 我猜剛才下車 走一走去看 再回來 都要走好一段路 搞到新水新浪 可能是冬天 先啦 那好吧 我們今集到這裡 就是這樣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